绿能科技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绿能科技 我们分成四个小部分来做介绍 第一个介绍台湾绿能 第二个是WWF 它是一个APP 第三个土石流AR 第四个绿能手作 所以让学习者可以知道 维护环境很重要 那我们也要有效的利用它 所以我们第四个部分 就是介绍绿能手作 那我们就是以锋利来做介绍 用的是绿能手作APP 那锋利发电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呈现我们是用AR纸卡 会有个APP搭配纸卡的情况之下 这边就会介绍有AR纸做 然后用纸卡来做连结 它本身呢 会有纸卡下载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印出来给大家做使用 那它这边有个即时测验题目就如下图 例如说阳光充足适合用那种发电等等 那配合这些 再生能源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其他产生能源的方式 只是它可能不是再生的 比如说像火力或核能 那我们用的呢 是影片的呈现 所以希望这样子的流程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到台湾绿能的状态 还有科技 需要大家在有限的能源下呢 一起为台湾做更好的环境规划 谢谢你们聆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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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